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印度在这一连串的动作之后的目的 可能要在东线进行挑衅 因此我们必须为收回印控藏蓝地区进行准备了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报名说 这期节目的话题 我们说的是印度想把东线的藏蓝变成冲突的热点 我军早有准备 中印边境对峙一直是媒体的热点 但是在过去的两年中 所有的边境冲突和对峙都发生在西线 也就是班公湖的沿岸和更靠西的地区 在中印边境的东线 尤其是印控藏蓝地区 似乎形势一直比较稳定 但是据印度媒体的报道 印军似乎也要在东线找事了 印控藏蓝地区是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的结果 在1962年的冲突中 我军曾经占领个藏蓝地区 但由于背后就是喜马拉雅山脉 补给十分困难 而印方则比较便于从平原地带 向藏南地区的战场进行物资补给 条件要远远的好于我方 所以我就被迫后撤 形成现在的局面 印方将占领了藏南地区 命名为非法的阿努拉奖尔邦 我国从未承认过 正是因为印度人觉得在东线占到了便宜 因此此之后的数十年 他们主要是在西线和中部的洞囊等地区 进行大规模的挑衅 在东线只有临心的蚕食行动 被我方逼退 而现在印度在西线踢到了铁板 又开始打东线的主意 根据印度时报的报道 从西津布丹到印控藏南 中印之间的大约有1346公里的边界 其中包括藏南和西藏之间的实际控制线 我方不承认的是边境线 近年来印度搞了不少的小动作 首先是加强了这一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修建了许多的公路和桥梁隧道 能够将一些重型装备向前线运输 印度打算将全部的36架阵风战斗机中的18架 部署在海西拉玛基地 在西金邦附近 目前也已经有部分阵风战斗机部署 去年曾经在西金邦的军事基地部署 有数价的AH-64武装直尘机 陆军方面 印度已经将采购自瑞典的 105毫米伯夫斯牵引式火炮 部署在印控藏南地区 并且正在将美制的M777 155毫米的火炮向藏南部署 印度还打算在中印边境 修建48个新的边境哨所 其中有十几个将修建在印控藏南地区 现在印军已经部署 数量可观的以色列制的仓漏无人机 监控藏南地区中方的动态 昼夜行逻 并且向后方的指挥和控制中心 发送数据和头像 这个仓漏无人机飞行高度达1万米 载重250公斤 目前装备的险害只有侦察能力 还不具备攻击能力 我们需要警惕的是 印度在这一连串的动作之后的目的 可能要在东线进行挑衅 因此我们必须为收回 印控藏南地区进行准备了 1962年我就后撤的最大的原因 就是补给困难 林芝是我方靠近藏南地区最大的城市 1962年林芝与拉萨之间 只有一条高原土路相连接 在与季经常受到泥石流的侵害而断路 即使不断路 汽车兵也要冒着危险 开几天几夜 才能把伤员从前线送到拉萨 而现在连接林芝与拉萨的 不只有318国道 还有拉林高速 今年6月份拉萨至林芝的高速铁路开通 而这条铁路线并没有像拉林高速公路那样走北线 而是走到南线 将我国实际控制线附近的一串 县城村镇都连接了起来 一旦发生战事 我军能够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 就从拉萨调来大批的兵力 2020年的9月 经党政党和国务院的批准 川藏铁路 雅安至林芝段开始建设 如果这条铁路修通 我军将能够从大货防四川 迅速的调运大批的装备和人员支援 藏南前线的战斗 因此可以说 我军在中印边境东段的战场保障态势 已经完全改观 现在我们完全不怕印度在藏南地区的挑衅 印度当局如果看不清这一点 继续在边境搞事 那将是为我们彻底解决中印边境一流问题 创造条件